忠实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你好,这里是喜马抢书。 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是农耕为主的社会,人们安土种迁,对自己家族的来龙去脉特别关注。 简单一点的,有口头传说,体面一点的,则是家族组织力量,编修家谱、族谱。 我从哪里来,你是哪里人,可以说是咱们中国人普遍存在的一种知识兴趣。 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一个中国人的祖先传说,它就是说不尽的大槐树。 它的作者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世宇。 什么是大槐树呢? 它是一个民间传说,在今天的山西乃至整个华北地区长期流传。 根据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的祖谱记载,生活在华北一带的宗族, 他们的祖先大都是原末明初的时候,从山西红铜大槐树这个地方牵出来的。 那么,这样一个传说具体有什么内容呢? 这个传说为什么有着如此强烷的生命,能够流传六百多年,而且让学者十分看重呢? 这就是这本书要讲述的内容了。 下面,先来看看山西红铜大槐树的移民传说,都有哪些具体内容。 这里有一首山西民谣,歌谣唱道,若问老家在何处,山西红铜大槐树? 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瓜窝? 中国人安土中迁,对离开的故土总会有无穷的眷恋。 所以,离开大槐树之后,人们对这个地方依然念念不忘。 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些人从这里出发,流散到华北各地的呢? 因为这些故事并非出自官方,所以其中的来龙去脉就不只有一种说法。 关于移民的原因,就有胡大海复仇、燕王扫杯、三喜怀庆府三种不同的说法。 关于移民的过程,又有打锅牛分家、脚趾甲复兴、背手截手等等不同的版本。 首先,我们来看看移民原因的三个说法。 第一个故事是《胡大海复仇》,说的是元朝末年的时候,有个叫胡大海的,在河南要饭,遭到了当地人的侮辱。 从此发誓,有朝一日一定要抱此七尺大辱。 后来,他跟随了朱元璋的军队屡见其功。 在领赏时,胡大海请求朱元璋允许他去河南报仇。 朱元璋答应他杀一箭之地,于是,胡大海到了河南地界,一箭射中天上红颜的尾巴。 那只红颜带箭向前飞去,胡大海也带领军队向前杀去,一直经由河南杀往山东,造成两地失机如山。 朱元璋后来只好下令从山西大槐树往河南山东没人的地方移民。 第二个故事是燕王扫碑。 说的是明朝的时候,河北、河南、山东地区闹红虫把人吃光了,所以才从红桐大槐树往这些地方移民。 令人好奇的是,这里的红虫是指红色的虫子吗? 这种红虫真的能把人吃光吗? 事实并非如此,这个传说指的是燕王扫碑的故事。 燕王也就是朱棣,朱棣起兵发动静难之战,锁过之处化为废墟,造成中原江北地区,人烟稀少。 由于燕王的军队头上都戴红色的头巾,所以百姓们称之为红虫,而红虫还有瘟疫的意思,于是民间就有了红虫吃人的传说。 移民原因的第三种说法是三喜怀庆府的故事。 这个故事说的是今天的河南交作一带,在明朝时叫怀庆府。 当时天下大乱,朱元璋的军队与援军在这里展开拉锯战,双方都让当地百姓在门上挂上牌子表示顺从自己。 结果百姓两边都不敢得罪,这时有人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在牌子的正反面各写上双方的名号。 这样不论哪一方攻过来,只要一翻牌子就可以。 但这件事最终被朱元璋一方所发现,朱元璋一怒之下杀光了怀庆一带的百姓。 后来朱元璋继位后就下令从人口密集的山西宏铜县往怀庆地区移民。 移民的原因大概就这三个版本,他们反映的历史是原末民初的战乱,大量地方变成废墟,政府只好通过移民来填补人口空缺。 其中,黄河中下游的平原地区赤地千里成了移民迁入的主要地方,而山西一带成了移民迁出的主要来源。 只不过,官府的正式文件还有史书的记载,是给熟读文言的精英阶层看的,他们有些抽象,而老百姓做了一番变通,编出一些内容鲜活,色彩甚至有点恐怖的故事,才符合他们的理解力,才被他们记了下来。 好,说完了移民的原因,再来看看移民的过程又是怎样的呢? 这就又有了不同版本的传说。 比如,打锅牛分家的传说故事,说的是山西居民不愿离乡,官府就下令说,凡是不愿意迁移的人,现在三天之内到鸿铜县老槐树下集合,人们就一起往老槐树下跑。 等人们集合完毕,官兵们就将他们包围住,强制他们移民。 其中有一家姓牛的弟兄五人,临别之时依依不舍,打破了一口铁锅分为五块,五个人各拿一块,作为后代人认亲的标志。 这个事情就叫做打锅牛。 另外,还有一个关于移民过程的流传最广的传说。 传说官兵诱骗人们聚集在大槐树下之后,强迫他们进行登记。 每登记一个,就用刀子在移民的脚上的小指甲上画一刀作为记号,以防他们逃跑。 如今,移民后代脚上的小指甲分为两半,据说就是被砍了一刀的缘故。 在登记之后,官兵为了防止移民逃跑,还把他们反绑起来,压着移民上路。 移民的手臂长时间被捆着,久而久之就习惯了。 后来松绑以后,也还是习惯性地背手走路,他们的后代也沿袭了这个习惯。 而且,在长路漫漫的压界过程中,一旦有民众要消解,就会向官兵报告。 老爷,请接手,我要小便。 报告的次数多了,这样的口头请求也就变得越来越简单。 后来只要说声,老爷,我接手,就都明白是要小便。 从此,接手就成了小便的代名词。 可见,当时的移民不是出自官府威逼,就是被官府欺骗。 这些痛苦的移民经历又是官方史述,不会在意,甚至主动选择遗忘的。 而在民间,这部分历史世代传承,最终成为一种重要的集体记忆,由移民的后代们共享。 好了,到这里,传说本身的内容就基本梳理完了。 根据赵世瑜的研究,大槐树的传说成了华北一旦民众的重要集体记忆。 那么,这个记忆是怎么流传下来的呢? 又为什么会被流传下来呢? 根据赵世瑜的研究,大槐树传说的流传,除了口头的故事,还有一个重要的渠道,就是文字。 这些移民的后代会在祖谱和墓碑上把红铜大槐树郑重其事地记录下来。 但是,这样的文字记录并不是平晚地延续下来的。 大槐树传说这一地名的出现有三个时期比较集中。 它们是明代初年、清代初年和清末民国初年。 除了这三个高峰,大家都不这么提。 比方说,明代万历年间的红铜县制就没提到一名的事情。 清代中叶之前的大多数,但是在清代中叶之前的大多数祖谱和墓碑中, 凡是提到祖先来自山西红铜的地方, 后面的具体地名却都被省略或者磨损了。 大家似乎对这个并不是很在意。 那是什么因素让这段历史在某个时候又变得特别重要了呢? 这里边有一个词很重要,它就是认同。 作者认为,红铜大槐树的移民传说与社会群体的认同有着密切的关联。 明代初年,大槐树的传说开始出现, 因为当时的移民群体特别需要彼此认同,这是一种安全感。 如果你和别人有一段共同的经历,共同的遭遇,生活在一起就会方便很多。 明代初年实行卫索军户制度。 所谓卫索军户制度,是明代中前期最主要的军事制度。 在这种制度下,军队从户籍中抽钉而来。 为了防止逃兵,军人们往往会被发配到距离远级非常遥远的地方。 这也是明代人口流动频繁的原因。 在那些移民的传说中,先祖在明初洪武永乐这个时间段迁入迁出的说法最多。 而这个时间段也是为所设置和军人调防最频繁的时期。 为了应对这种军户制度造成的人口流动,许多军户都编了家谱。 大家原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如今生活在一起,要在地化就需要求同存异。 这样一来,拿出红铜大槐树移民的传说,达成共识,就成了一个很高明的生存策略。 另外,明初和清初,红铜大槐树移民的传说得以流行, 还和古代的汉族意识有关系。 宋代以后,中国北方屡次被游牧民族征服, 与山路崎岖的南方丘陵不同,广阔的华北平原有利人口的迁徙。 汉族和古代的少数民族向女真人、蒙古人大量混居在一起。 明初和清初都是民族矛盾特别激化的时代,要如何才能建立民族的认同呢? 当时的汉人群体找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一段共同的历史记忆。 红铜大槐树的传说再一次被提上了台面。 一个村落,一个家族,只要打上红铜大槐树的标记,就完成了中原汉人身份的认同。 那么,到了清末民国初年的时候, 为什么红铜大槐树的移民历史再次成为地方治和家谱的宠儿呢? 这是因为,在这一时期里,一方面中国有了亡国灭种的危险,接受了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精英群体,特别希望中国不再一盘散沙,民众能够凝聚出一种力量。 于是他们重新挖掘大槐树传说的意义,希望把大槐树的传说改造成为一个民族的象征。 这样,大槐树的故事在族谱墓碑甚至新式的图书报纸上迎来了新的高峰。 好了,关于这本书的内容我们就介绍到这里,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本书的主旨。 大槐树的传说是民间的一种历史记忆,它最初诞生在明代初年的北方移民中间,是一系列虚实参半的通俗故事。 之后,人们发现了这段历史的奇妙之处。 当我们把这个故事放到更宏观的历史背景下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曾经在不同的现实条件下充当了地域认同、族群认同、还有国家认同的文化工具。 可以说,人们对于历史的记忆有时是来自他们生活中要去面对的问题。 作者认为,大槐树这个地名事实上并不需要一定真的和它有关。 大槐树已经成为来自千千万万个不同地方的移民群体,它们的共同象征。 好,说不经的大槐树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里,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我们明天见。